当前乌克兰局势紧张的使作用者 美方在这场危机当中 它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发挥了什么作用 如果有人一边火上浇油 一边指责别人救火不力 那么这种行为是不负责任的 也是不道德的 一些国家应该想一想 在美方违背同俄罗斯协议 五次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家门口 并且部署大量先进的 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想过 把一个大国逼到绝地的后果 中国政府的立场是 我们认为制裁从来都不是 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 中方一贯反对任何非法的单边制裁 你可以看一下 根据美国财政部自己公布的数据 在过去20年里 美国实施的制裁数量 比以前是增长了10倍 美国上一届总统任期内 实施的制裁高达3800多项 也就是说平均每天都要三次 挥舞着制裁的大棒 2011年以来 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已经超过了100多次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 去想一想或者讨论一下 美方的制裁解决问题了吗 世界因为美方的制裁 变得更好了吗 乌克兰的问题会由于 美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而自然而然得到解决吗 欧洲的安全会由于 美方对俄制裁 而变得更有保障吗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 能够认真地思考 努力地去通过对话和协商 来解决问题 那么我还想指出 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单边 非法制裁 已经给相关国家的经济和民生 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美方在处理乌克兰问题 和对俄关系时 不得损害中方 和其他方面的正当的权益 我认为台湾当局有些人借乌克兰问题来 蹭热点和碰瓷是不明智的行为 那么台湾的确不是乌克兰 台湾从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台湾地区的和平取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而不是摇尾起连 指望外部势力售卖武器 或者提供军事支持 台独只能是死路一条 对此任何人都不应该有任何的误解或者误判 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 中国人民有着特别真实而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近代以来 中国遭受过八国联军和外国的殖民侵略 有着对于丧权辱国的刻骨铭心的悲惨记忆 就在并不遥远的二十多年前 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北约轰炸 造成了三名中国记者牺牲多人受伤 北约至今还欠着中国人民的血债 而就在今天 我们依然面临美国伙同几个所谓的盟友 在涉疆涉港涉台等问题上 肆意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的现实威胁 中国也还是唯一一个 还没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正因为如此 中国一贯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终止原则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在这种问题上 中国的做法和美国有质的不同 当我们看到有冲突风险的时候 我们不会主动去向对方提供武器 我们不会向美方给乌克兰提供 大量的军事设施设备 我们没有 我想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 有实力的大国 也不需要中方或者其他国家给他提供 美国那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在不断地推高 紧张煽动战争的这种危险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美国向乌克兰运送进了多少的武器弹药 中方从一开始就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劝说各方不要去推高紧张 煽动战争 我认为中方的做法恰恰是非常负责任的 那些跟在美国后面煽风点火 而火烧起来了以后 却指责别人见火不救的 这真是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 作为始作俑者 点火的应该考虑 现在如何以实际行动来尽快把火扑灭